大家好 欢迎收看恒交论股 我是杜真林 投资者购兴高涨 大马交易所今年第二季的日均成交值 暗季猛涨51% 本月至今的交易量持续稳健 今夜投往研究 因此上调大马交易所今年的日均成交值预估至33亿令吉 并上修2020财政年的净率预估28% 这意味着全年净利将按年大涨62% 不过杭交相信2021财政年的日均成交值 会回退至更为稳定的水平 连带拖低2021年净利 延伸产品市场的日均合约第二季则暗季跌26% 杭交预期今年的日均合约可按年增加28% 并估计美股股息会有34.2先 维持卖入评级 目标价则调高至11令吉20先